欢迎大家收看上海关心地平的南岛新闻 坚持非常严厉的台中意中科学院就有6次30人 想不到南岛市的中兴国中就有4位核心来6次 可以说是相当不简单 原来这些核心平常是对家贷的设置 对到新的事物也超多讲 所以研究对他们来说是上海词美的事情 尤其是参加所有科学和科学相关的经济 竟然可以举个人挑战主要的信息 可以落出中博地区的民生高中 台中意中已经很简单 要进入只有30名的科学班 竟是困难当中的困难 不过南岛市中兴国中 今年今年有4位学生落出意中科学班 可以说是相当优秀 因为从小就对阅读很有兴趣 就常常在看书 那科学类的吗 科学类是阿姨帮忙订了很多杂志 然后就有开始看 因为他考试他不会考很鸡毛蒜皮的小试 所以就是要用原则来推理 实作就是你要想到他的核心价值 就是为什么这个时间要这么做之类的 南投啊有很多 你可以参加多种赛 像AMC8 AMC10 信用图书馆 WMI OMC 那这样透过这样一再一次又一次的考试 然后就可以慢慢提升自己的那种对考试的感觉 我们之前数学课的时候都会一起算数学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就是不会的题目 我们就可以马上一起讨论 就是大家都是往同一个地方 就是同一个目标沉进 原来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自小孩就很开心 而且对新的事物都很有好奇心 尤其参加各行比赛都不会怕 但都因为是挑战自己的红线 不然这样老师平常是都会鼓励的小孩分作讨论 做回解决问题 比起自己一个人努力 这种学生的考论 是让学生都感觉很害怕 从一年级到现在 他们其实平常的学习都非常的正常化 他们其实是一开始可以五于均衡 最后摸索出自己的兴趣 甚至自己想要挑战的部分 这四个孩子里面有两个是女生 那这个有打破大家传统的迷思 会觉得说女孩子就是语文能力比较强 但是数理能力可能会比较弱 但是这一次他们表现了他们坚强的实力 相当的厉害 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同学是特殊学生 那他虽然有视障上面的一个 也先天的一个比较障碍的部分 但是他还是非常勉力的向学 重新国中各类学生都玩学士 便陈陈陈找出自己的兴趣 校方也会尽力提供协助 重新国中和学团队表示 以后也会继续打拼 希望可以协助所有学生 找到适合的科学来努力 现在我们是一场报道